讲到一半忍不住眼眶饭泪 外甥因为气暴受伤 作为舅舅的他 一想到未来还有附建路腰走 满是心疼 24号上午 新竹竹北中正都路上 一栋大楼发生气爆 住在酒楼的16岁少年 全身91%烧烫伤 目前仍在林口长庚治疗中 虽然生命真相稳定 但仍未脱离险境 我刚刚好经过 然后听到蹦一声 他就血很大 他就碰碰撞了 这名阿嬷住在少年家对面 回想事方当下惊魂未定 气爆发生后 少年好几处皮肤脱落 在家人搀扶之下 来借厕所冲水 过程中更是痛到不断哀嚎 睡梦中遇到气爆意外 少年正在就读医护专科学校 妈妈也是医护人员 只希望大家一起帮少年集气 能够顺利挺过这次难关 TVB新闻程序谈判 新主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